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這個顯示結果也看到 香港政府缺乏完善的循環經濟支持 以及缺乏公眾教育 基於剛才所說的問題 我們PACULAR有兩大願景 第一,我們希望網購包裝可以全面走數 第二,希望政府可以建立完善的循環經濟政策 達到這兩個目標,我們有兩大槍耳項目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這兩個槍耳項目 如何可以幫助香港達到碳中網 我們可以首先按第一個槍耳項目 就是槍耳正商合作變立重環包裝系統 其實這個系統可以如何解決上述程度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就是減少這個碳排放 因為在這個去回收或者是 焚燒那些網購包裝的時候 其實會產生很大量的碳排放 而減少了這個去焚燒的過程 就可以減少60%的碳排放 而第二,一樣東西就是可以減少能源消耗 減少多達64%的一些製造或者回收時候 所產生的能源消耗 而第三,就是有一個回收和重用的效果 真正的雜致重環 令包裝在他們的生命周期中站的時候 可以重新去造成一些新的包裝 紮成一個搖籃自搖籃的效果 而其實重環包裝在各地區已經開始補給 包括由物流公司主導的 一個中國的京都物流清流計劃 他們的一個常溫的清流箱 其實已經是超過了2億萬次的使用次數 而歐洲也有DHL去舉行的一個Easy Green的計劃 同樣都是有這個重環箱的 而亦都有些是跟政府合作的計劃 例如說台灣的TechH Plus和環保署 就推出了一個可重用的包裝 他們開頭的一些市民的使用率只有10-15% 在兩年之內已經分加到30% 而另外都有一些是香港的 有些是社區自願去推行的一些可重用包裝 包括執野這個社區 他們推廣的就是一些滅墨的文法 讓一些二手的物品可以重新去日新的用家手上 我們都有限向他們借了他們現在使用的可重用包裝 就可以讓大家看看怎樣使用的 這個牌子叫RePack 它是一個芬蘭的可重用包裝製造公司 他們的生產商都是在中國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包裝 放大的時候就會把這些物品放進袋裡 當這些市民去收到這些包裝和貨品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拿到貨品出來 接著就摺好這個包裝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正方形的一個位置 就被他們用來貼一些皮膚或油箱 他們就可以寄回到中心做一個進一步的處理 而接著去回規環方面 除了剛剛提到可以在德歐的時候 會有一些油靜的一些方式 就可以寄回到中心處理之外 可以參考台灣有另一個方式處理 他們是會在一些超市 或者在一些便利商店門口 就設置一些歸環點 就可以讓市民歸環去那些地方 也可以考慮加入一些香港在地化元素 包括陸在區區 現在在18區 其實都有一些回收的一些中心 也都相信在那些中心裡 設置一些歸環點 都可以讓市民在回收之餘 都可以讓這個包裝可以重用 而多數為了 去吸引一些民眾去重環使用這些包裝 一些商家都會提供一些優惠 或者偷掌去吸引他們去歸環 而之後去回收之後 這些包裝就會消毒重用 再發還回到一些網絡商店的手上 令他們可以再次發送這些貨品 而根據我們的民意調查顯示 其實超過七成的市民都是贊成政府和商家合作 去建立這個重環網購包裝的系統 那我們就可以分析一下不同的持份者 在這個系統上有什麼得益 首先就是在消費者方面 第一就是可以符合到他們的環保意念 因為他們在網購期間可以用減少廢物 第二就是呼應政府 在下年吹行的垃圾增費計劃 當他們家的廢物少了的時候 他們所需要支付的費用都會隨之減少 而第三就是剛剛提到的一些優惠 令他們可以有更加發算的一些價錢 可以去購物 而爭取一些網絡商家方面 就可以提升企業營養 根據我們同一個知名的 國際跨國的一個物流公司的訪問 可以見到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網絡商店 去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都去問他的公司的一些環保政策 可以見到其實這個是一個大勢所趨 而長期來說 其實都可以折散他們的營運成本 因為當那些次數回收重融得多的時候 其實會甚至是少過一些一次性塑膠 而第三就是可以增加一些顧客的忠誠度 因為當他們是有一個重環包裝的時候 顧客就會更加容易一些 或者是更加會回到他們那裏去購物 而街環店方面最重要是可以出眾人流 例如我陸座區和回洲中心 如果出眾人流的話 就可以順帶地去讓市民回收 如果在一些超市或者在一些便利店 就可以順帶地刺激一些消費者去消費 而政府方面 就可以有香港氣候藍圖2025年 裡面的綠色運輸和全民減費兩個目標 而在大陸其實都是有2025年 都是有一個14.5的重環經濟 其實這些都是呼應國內的一些措施來的 整體來說 就可以提升城市的健身力和形象 因為其實很多不同的國家 例如台灣或者新加坡等地區 都已經開始推行這些重環經濟 而其實可能大家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這個消費者其實是需要花額外的心力 時間去規劃這些包裝 他們是不是真的肯規劃呢 其實如果是回收次數不夠的話 其實反而會造成浪費 因為是要重複使用很多次才可以有效減費的 下面就是剛剛這個Retect的芬蘭公司的一個分病周期的評估 可以看到其實在第二次使用的時候 他們的探牌坊已經會比一次性的包裝少 但是當回收或者重用的次數達到20次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減少多到八成的一些探牌坊 而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的調查片是 六成半的市民是願意去到歸環點裡 一些取貨點或者歸環點裡交還他們的包裝 而還有兩成的市民就有持一個中立的態度 那我們相信加上一些優惠或者一些抽獎的元素 其實都可以吸引到一些中立的市民 去願意歸環他們的包裝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超過八成的市民 去願意歸環的時候 是可以有效這樣進行到這個減牌的 而我們都可以探討一下政府在建立這個 重環網購包裝系統的時候 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有些什麼 那我們都去訪問做一些關於台灣的 一個Package Plus的公司 他們怎樣跟政府合作 首先他們就要建立一個 網靠包裝減量聯盟 就是由一些網靠公司 包裝材料等等 或者物流的業者去組成一個小組 商譜可以怎樣推行這個包裝減量 而重環包裝我們都可以用同一個方法 去組成一個包裝聯盟 而第二就是設立一些重環包裝的標籤 例如說這一幅圖的 這個就是台灣暫時有的網靠包裝減量標籤 他們就是會在一些可能減少了包裝 或者是二次去用包裝的一些 sample 就有一些標籤去吸引他們的消費者去消費 而第三就是公眾教育方面 那消費者那裏就可以公開一些資訊的管道 而學生就有一些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計劃 去推廣這個信念 這個意識的 那另外也可以看回Pack方面 那其實他們的一些營運 或者是一些生產的成本 或者一些研發的成本 其實都是由歐盟去資助發展的 所以我們國家 認為政府都是可以去提供這些資助 去輔助他們的發展 而最後就是制定一些包裝的指引 那香港的環保組織環保祝國 都曾經是推出了一些網靠包裝指引 和綠色網上相簽約章的 那當那些店鋪是使用更加少的網靠包裝 或者是用一些疑似包裝去包裝貨物的時候 就有這個網上 綠色網上相簽的這個約章的標籤 那就可以吸引小費者去使用 而我們認為它都可以擴大 或者是推廣這個指引的應用範圍 令它可以推廣去不同的層面 或者是覆蓋於全部的一個循環經濟 那我們希望透過政府去主導去建立這個循環包裝系統 可以令到可從用系統在香港盛行 令到循環包裝成為了一次性塑膠包裝的有效替代品 那它在長遠去達到我們的遠景製網購包裝全面走數 我們同時都倡議政府去禁止一次性的網購塑膠包裝 那因為其實管制一次性的塑膠已經是國際趨勢 在今年聯合國的環境大會已經決定將會去制定全球的塑膠條約 就會基於循環經濟的方向去減少塑膠的污染 另外其實不少的國家已經在推行塑膠包裝的生產者達人制 包括是日本、南韓、智利和不同的歐盟國家 而見到塑膠的污染對於生態和人類的影響 其實不少的國家現在已經是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 去推出一次性的塑膠製品禁令 譬如會禁止食物的容器、棉花棒、膠灘具等 而這些禁令也是在不同的國家 例如歐盟、印度、智利等國家實行的 當見到有這個國際趨勢 其實我們發現香港其實不少人都會支持這個加強的管制 在最近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裡面 見到其實近六成的受訪者都會贊成政府應該要加強這個監管 而當中他們都認為網後的包裝是應該為優先處理的問題 我們希望透過以上這兩大的倡議相關齊下 可以避免到塑膠的廢物轉移 而最終達到真正的減費 以上就是兩個PACULA倡議的項目 謝謝主持人,我現在都請到Fairie 現在現行的一些減開政策或是從事經濟方面 有些甚麼不足和政府可以怎樣推動 首先我都很榮幸可以有這個場合 跟大家一起去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之前這個PACULA是一番同學 就是我們做這個主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之前都有交流報的 我覺得見到今天其實整個presentation 內容是更加豐富了的 亦都是更加全面的 那講起,是不是名字改得很好 就是PACULA Packaging plusCircular 這個重環的態度,看看PACULA Packaging 那我講回我們剛才的問題 就是在香港的重環經濟方面 就是政府的局勢和那個重要性 那我覺得我們要看一看 其實在講重環經濟呢 那個context在香港和在可能其他地區 包括其他國家 是一個比較不同的地方的 因為我們香港是沒有一個 就是相對來說是沒有一個自己 比較完整的一個supply chain 就是我們的manufacturing相對來說 現在是越來越少了 那所以呢,在其他地區呢 又是在國家層面來說 一般的重環經濟呢 都是整條supply chain 這樣去看,由生產原材料 去到採購、消費 最後去到重用、回收 這樣去,是用了一個這樣的理念 去原來這個重環經濟模式 但是香港,因為我們始終 我們主要都是,那個經濟的結構 主要都是在消費方面 和那個進口的層面 而且最後呢,就算我們可能會回收 甚至乎 recycle了這個material 可能都會export 那本地都未必有這樣的地方去消化 這些recycle了的一些新的材料 那所以那個減費呢 就變成在香港我們 這個secure economy 一個重貶的一個 一個area 那在這個大前提下面呢 如果我們說政府 其實它可以做到些什麼呢 首先就是要由那個 要由那個 民間的那個角度 就是將這個 就是看回 如果我們推出一些政策 有什麼的一個效益 或者是有什麼負面的衝擊 對市民的生活品質的影響 去做一個政策的一個方向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有一個價值觀 就是香港究竟在這一方面 想成為一個怎樣的城市 就是我們是一個比較秘道 就是比較自由奔放一些 就是有了大家自己的意識去處理 或者是就是 就是慢慢去有它自己的發展 就是發展我們關於這個負面的 處理的態度的 就是我們其實在 無論在立法方面 在政策方面 怎樣去有一個主導 就是我們希望香港是成為一個怎樣的 在這一方面的城市 很多價值觀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其實現在看回呢 你講不足 我自己覺得不足的地方 就是在於 我們都是以國國呼籲 和教育為主的 就是無論是生產者的環節 其實現在在香港 以傳略強制的生產者的執人制 其實覆蓋的範圍是很小的 都是說的 可能購物那些超市的膠袋 廢電器 玻璃瓶 不是膠瓶 連這個立法聲明費 其實都講了很多年 雖然條例過了 但是都未真是去到 很實思的那個階段 另一方面其實 真是 但是同一時間我們來看回 其實香港是否沒有基礎做這件事 又不是說 剛才那些調查的 民意調查的數據 都顯示得很清楚 其實整體上 香港市民對這個 這個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那個意識是高的 那個支持度也是高的 所以我覺得存在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在那個政策方面 是不夠Decisive 即是 故事的事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都很開心看到 剛才那個presentation當中 其實你們有提出 即是我們直接禁止了 一次性網購的 那個plastic packaging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是對的 即是有些事情 其實你就是要通過一個政策的引導 去改變大家的一個行為 一個behavior 一個習慣 那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在推行這個數據 本身香港的定位 和政府的 即是雪辣路的價值觀 和做為政策 引導的一個重要性 聽聽到大家都沒有同意 就是要禁止所有 即是一次性的網購包裝 你們有沒有覺得 其實應該要何時做到這件事 是否需要有個時間 要做到這件事 嗯 這個東西 對啦 所以 首先 就說回 其實我覺得這次這個選題 其實很好 選題選得很準 因為首先 plastic 一定在香港 要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問題 因為說 其實我們有一個 很嚴肅的一個提議 就是要在 接下來我們要 去探中國去改革 改變我們現在的方式 那其實呢 現在香港的主要排放 包括交通 建築物 和能力 那這些東西 其實都已經有些很堅定 和很硬實的行動 我們知道的 很清楚知道 可能去到2035年 有些會減少到七成 那現在呢 剛才我講的 那幾範是佔了我們 整個 footprint的大約七成左右 那當這些可能 你減少 甚至完全是 做到一個 net zero 的情況之下 變了剩下的那個 那這個大約是甚麼呢 就是 製造 那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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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選的一個包裝 這件是一個準的主題 那製造 那製造 另外一個網購呢 也是其中一個 一個很好的 一個 一個設備 那製造 那製造 其實在香港呢 是一定會越來越大的 所以現在我們開始有一個大約 和一個政策方面的引導 其實剛剛就是最有成效的時候 好不好 也是最容易做 相對說容易做的時候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這次 就是我們這次 是說重用的 那香港我們 目前在這個減少的方面 你見到的重點是 是可以放在回收那製造 就是如何轉去衛藍 或者是如何去床園再造 但在重用方面 是比較少 有一方面可能 就是 那這個重用 比起回收 可能你要投入那個 effort 或者是 硬件的配套 是更加 本來是那個 那個 effort 更加多一點 但是我覺得 對於網購來說 正正是一個 都是無謂的 一個儲格 option 例如剛才也提到 就是本來 我們已經有些 在阻挙区、汇收店 其實在現在全香港這麼多個區都有 根本上已經在硬件上做了一點點的改革 其實已經可以做到這件事 還有你說網購這件事 如果沒有了一個Pasic Packaging 是不是真的會影響到 即是沒有它不行呢 是不是真的現在是一個Mustad 我們大家看看 我們討論應該是覺得 其實已經不是一個Mustad 是一個習慣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造詞裏面 是挺好的 還有這個應該是可以比較快可以 即是當然如果我們決心 是可以比較快可以見到一個成效和成果的 那時候的如果我看看記者 會不會有些甚麼問題 我想問他 是Honning 我想問一下 Honning 卡開了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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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位 不要緊 打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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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一下 這次這個唱義 會不會將他帶回去立法會 在小組那裡談 第二就是 這次也是第一次來到民營的記者會 其實為甚麼這次會參與 之後是否都會繼續上來這裏呢 問我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好 我覺得這次的唱義 其實本身 就是講那個背景 其實本身 其實在班同學都很有心的 就是本身是邀請了我做一個 大家的討論 就是關於本身他的唱義的內容 看看是否可能我的 point of view 有甚麼補充 或者有甚麼大家可以 補充的東西 另一方面 當時我們討論比較多 就是有一個好idea 如果在香港 即現在的那個 隔壁下 或者運作下 如何將它 推動做一個policy 這方面我們也有一個討論 所以我覺得 既然 本身我對這個內容是認同的 對這個價值觀是認同的 再加上同樣的一個身份 我當然很願意幫忙 將這個好的唱義 帶入他們 政策方面的 即是政府部門 亦都是希望我可以帶入他們 我們議會裏面 再討論 這個是 即是個人第一步 第二個回應 其實剛才都 老實說了 本身就是因為我們 收到一個邀請 在網上 可能有個 seminar 去討論一下 即是怎樣做這個政策 以及本身政策 可以用另一方面 我們那個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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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探討 其實都見到 其實有些 挺開心的 看到一些幫助 就是關於我們怎樣 比較詳細的 一個窗戶 那些東西 我覺得是可以 行動 可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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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一方面 也是怎樣用回 我們之前提到的 武漢區區 現在有的一些 環保方便的設施 所以大家是談得 挺好的 所以 即是收到邀請 上來今天這個場合 再來捧一下場 打一下氣 那也是支持一下 那我當然是很願意 那 之後其他有環保議題 都會再上來 那我想都是 非常大家本身 對個春意的內容 的那個理解 還有大家那個 看法是不是 比較一致 但是我相信 在一個共同的價值觀 下面 其實很多的議題 其實是有一齊 合作空間 因為我都覺得 其實我們香港 在這個可持續發展 方面 其實是有落後的 又甚至乎 不太好 我們是一個 那麼富裕 那麼 鮮沉的城市 的一個status 謝謝 我另外想問回 Kennie和Sora 因為剛才我想問 就是關於 即真的禁止 這個一次性 網絡包裝的事 你們自己 你有沒有心靈的想法呢 你會擔心 即剛才Gary也提到 就是現在才剛剛發 正在教 最遲些才做 這個枝鐵塑膠的餐櫃 你們擔心 其實有一段時間 都未做到 沒有一個包裝 沒有一個想法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 要推行這個禁止 一次性的塑膠包裝 首先第一 做一個有效的替代品 所以我們Packlet 第一個春意項目 就是希望可以令到 那一重用包裝 在香港盛陷 因為我覺得其實不同的網購公司 其實他們都是想推行這個 循環包裝的 譬如我們曾經去做過調查 看到有一個大型香港的網購公司 其實它是有一個循環包裝的 但是為什麼這個規模 發展得這麼小 就是因為它很怕市民 是不會歸橫包裝 或者是沒有一個意識去推行這個 循環經濟 所以我們就希望透過這個春意 令到市民知道循環經濟的重要性 然後透過這個先導計劃 去令到市民建立一個價值 就是好像章兒剛剛說 這個價值也是非常重要 當我們有這個意識和文化建立了之後 我覺得是向春意政府去落實 這個一次性的禁定就不難 而我都認為可以是一個 全部戰衆的方式 那首先其實 好像剛剛說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代替品 那其實都可以首先 是禁止了一些更加 比較難用的即是塑膠 例如說是白布膠等等 那這個它要分解的時間 其實比普通紙皮有更加長 那所以我們認為可以是一個 就是一個一個步驟 這樣去達成一個全面 去禁止塑膠的過程 也都有不同的一些替代品 那例如說最近都有很多新興的一些包裝 那例如說是一些用種子來包裝 或者是一些用澱粉塑製的法寶膠等 那其實當一些越來越多的代替品 在市場上無比的時候 我認為政府都可以是更加容易 這樣找到一些替代品去 即是幫助傳染禁止這個積血塑膠 剛才我見你也有拿過一個sample出來 其實以你觀察你覺得 其實現在市民上 多不多人用這一類的可從來的包裝 或者是否擔心成本會很貴 一些生產商用的這種製造 那其實這些包裝 在香港暫時我們就 就見到在這一間的市場也有用到 那可能都有其他的一些公司 會是推行一些可從包裝 例如說他們可能一些化妝品的瓶 是會重用的等等 但就沒有一些是很全面 是關於整個的生產鏈的 一個的可從用的一些東西 那我們其實都有研究過成本方面 其實是要重複到多個30次的時候 其實成本甚至會 低於一個一次性的塑膠包裝 那所以最主要其實是要確保 這個重複次數是可以足夠多 去令到它可以去回復那個 回復成本的問題 那所以可能在這個開始研發方面 都要多一些政府的一些幫助 例如說投放更加多的資金 它真的幫助一些可能企業去研究一些可能香港的一些可從用的包裝 而之後其實相信當它拖出市場之後 其實都是會有一個很快可以回復他們的成本的 所以都是開頭的時候 就要多一些政府的資助 我們看看還有沒有記者的答案 其實我想問一下問議員 Cup Media的記者 其實剛剛都有講到說 香港其實如果做循環經濟是在整個supply chain 那其實香港 你認為香港在循環經濟上面可以做到哪一個階段呢 又或者是其實現在來說 即是無論是回收量 又或者是垃圾 那些其實都還是問題很多 那其實香港還可以 即政府是怎樣可以做到更加多呢 好啊 那其實不如我舉一個其他國家的一個例子 例如你看看荷南那邊 其實它的經濟體力都不是很大的 其實都一些出口 或者是和其他地區 即西歐、北歐那些東西都很多的 那其實你說如果香港可以做到什麼地步呢 不如我們其實應該具體一點看回 在香港現在的市場上面 不同的原材料、不同的物料 不同的消費品 那它適宜住在什麼階段 這個荷蘭我覺得它就很無實的方法 其實它就是當它做了一個 一個全國性的一個政策方案 那它都將自己一個家裏 它分了三種不同的種類 一種叫做善性經濟 一種叫做再利用經濟 一種叫做最後才是重複經濟 那它都appreciate 到其實 對於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物料 那個轉型的過程 大家需要的時間是不同的 它都說呢 其實三種東西是可以共存、兵存的 那有些東西是可以 即是你暫時做不到的 那就等那個科技、科研方面的 那個發展去到那一步才轉 那有些東西 舉個例子 例如今天我們講的那個網購的包裝 其實已經沒有沒有消費者的角度 或者是網購商 或者是那個社會接受的程度來講 其實已經是有一個條件的話 那你就先走了 那這些 其實在荷蘭來講 其實它都是三種模式的 它的廣東名是會不同存在的 還有呢 在他們那邊其實政府 其實是跟一些不同的從業界 其實簽訂了很多一些綠色的協議 那是 剛剛就是我跟他說 其實是提供了一些資金 給一些商業機台也好 科研機台也好 去研發一些新的商業模式 以及一些這方面的技術 我覺得這個就是在香港 因為始終我們有一個比較強的一個 在學術方面的基礎科學的基礎 就是一個基礎 那這些是香港可以發揮一個 role 那另一方面呢 我們也可以 就是跳出香港看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說的 重環經濟就是整個chain 那其實 又用回學術的例子 其實他們跟英國 法國其實都簽訂了一些協議 其實主要是 心對些什麼呢 就是對於這個 Waste 那個定義 就是廢氣物的定義 和相關處理的規範 其實標準統一是很重要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個小的地區 其實去一個地方 它的確是未必是有整個三個地方 但是如果它跟周邊的地區 一起去定了一個標準的話 那就變成了可以產生一個 economical scare 那剛才在Present 裏面 其實都說了 現在這個重環經濟 都是整個國家 從事業規劃當中的一個順便 那首先在大灣區裏面 我們可不可以跟其他城市 在這一方面能夠 在規範那個標準 規範方面 可以做一個統一的話 那其實對於香港的 整個這一方面的一個 進展 我覺得是有一個幫助 就是簡單來說 在科研方面 和那個standard的 那個alignment方面 是可以在香港探索 比較多的一些辦層 但是香港是剛剛都說 其實都是比較先進 就是富裕的一個城市 但是這麼多年來回收率 都仍然是這麼低 那其實卡住在哪裡呢 那麼多年回收率都這麼低 那這次如果真是 哇 真是做一個塑膠的包裝 的recycle 是不是又真的可以呢 所以就說要找到一些 對的點 當成一個pilot 或者當成一個先行 這樣做了先 那你做出來 有個效果 那大家那個習慣 和那個送針呢 也都會越難了 那如果你說 即剛才我們都有提到呢 其實香港在這一方面 很多時候的政策呢 是不夠 我覺得是不夠堅決 其實我覺得我們社會上那個 大家的認知度 和那個基礎呢 包括我們的資源是有的 那如果在政策方面 是可以更加 precise一些 那我又不覺得很多事情 在香港是做不到的 謝謝你 最後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接下來還有第二個 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才張欣宇議員 你也有提過 覺得現在香港的政策 是偏向都是敷軟 和一些教育的性質 那你也會覺得 其實可以實施一些 比較強制性的政策 然後他們也會覺得